未水春风音乐剧以日志时期讲未水先生的故事为背景 结合大型的道具还有服装 让观众穿越时空回到日志时期的生活景象 也结合交响乐团的演奏 让整齣剧作更有魅力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场景 是结合日志时期的建筑物 以一比一大的形式建造而成的 结合这样的舞台设计 让观众朋友有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未水春风音乐剧的故事背景 是以当时日志时期的历史人物 及文化为故事主轴 以令人回味的百年建筑 结合现场交响乐演奏 搭配顶尖演员阵容 和多达150套的精致华服 在听觉与视觉的双重结合下 这场音乐剧新高峰 就是说用歌唱 用音乐 戏剧的方式 把一个像蒋渭水这么样重要的人物 能够放到人的心里面 那因为蒋渭水的研究 其实这些年已经相当的成长 但是大家对他失去感情 所以我们希望这部戏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精神 人格再放到人的心里面 以日志时期背景为故事的剧情 对演员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尽管各个身心百战 但因就努力揣摩自己的角色 仿佛让生活背景追溯到了日本时期的统治时代 就是原住民的歌迹 然后在里面就是喜欢上一个日本的医生 对 我饰演的是这个道元腾兵卫 那这是一个日本在台湾求学的一个医学生 那他喜欢了这个当时其实是种族之间是不可能交流的一个原住民的医疾这样子 但是这段爱情也显现出这个时代 当时台湾这个很多事情的不合理荒谬 音乐时代剧场渭水穿风将挑战难度更高的历史演物改变音乐剧 10号到12号在国家戏剧院见证这曾经被层层封锁的讲渭水传奇 让观众一起回到那个令人动容的历史年代 人间渭水带全镇沛青台北采访报导